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Mia小千 今天為大家帶來十四顆大條奇門 是我們上一次 先跑去收集自己的 木材還沒有 當的人 在港口那邊 他已經去Satchin 在港口那邊 他應該要回來 如果他失敗 我會找到他 我丟了孩子啊 開始來調查嗎 衣服被濕了 衣服被濕了 還有什麼 整片的血 牙類 在這裡面嗎 是不是有問題 沒有敵人還好 心裡傷了我 對 你流了非常非常多血 你這樣還能活 現在也是 很厲害 很厲害 我還沒死啊 我還沒死啊 呵呵 你讓我寫你的故事嗎 最後的Megi 會成為一個 完美的故事 好 那 什麼樣的故事 你會告訴我 我知道 一道會看到 一道會看到 我還要把一道 你還要把一道 拿著 他把我們拋棄 你被拋棄了 你被拋棄了嗎 你被拋棄了嗎 你被拋棄了我 我被拋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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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著 來一個 雖然 現在是紅色了 但或許還是有點辦法 我沒想到 買位 你輸不urun 一些ун Disk 妳行不停 雖然 她被拋棄了 壞都な 好可怕 好可怕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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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呦 不止一個 而且還三個哭了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這要怎麼打 風箏 風箏 我們這樣 風箏的滿成功 穿不定可以用來著手 這下地的仙盤 減少人數也好 549 來啊 好可怕 來了嗎來了嗎 弓箭蟲應該不能刪喔 因為我要借劍 玩電石拿勾射來玩這些 好可怕 我覺得他一直收 我就一直 一直收 應該是可以 OK 不錯順利 把箭蟲都補滿了 我不能殺你 我還需要很多箭蟲來收剩下的 兩隻 手力還要借個幾次 先逃出他的範圍 先逃出他的範圍 應該是逃掉了 然後 我們等其他人 沒錯 我這樣削應該削得了死 你別動阿 啊!樹 不要套的 剩下兩發 沒中 好吧 來 全是了 太遠了 無比 可笑的傷害 好 閃心一滴 來來來 來 OK的 來 來來來來 只會要倒車是不是 不斷途徑 揮完之後就有一個空檔 而且 有射重頭的吧 要不要盾一下 拉滿弓才有用 拉滿弓 拉不滿 再來再來 再來 再來 YES 這招揍一下 回來這裡 攻擊手也回來 揍的人 揍的人 也太耐打了 我到現在都沒有 因為他死掉了 失敗 我來 拉攻擊手來 劍個劍 有 對象機 的感覺是需要很多劍 在對付 喔 隊長也來了 糟糕糟糟糟糟糟 隊長回去 我沒找你 弓箭手就好 好弓箭手 哇嘞 哇嘞 哇 引到一群 引到一群其他人啊 這有點不太妙 不太妙 卡高盆囉 快死 嗚 終於走了 難搞的這些人 下角局 欸 只幫 只幫他們 不幫我 火笨 我們小伙子還在被打 啊 站起來要打他去 不管 他應該是不會死啊 都那麼久 就來想當哲學家 未來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應該就是會常常觸摸在頂頂大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 接下來我們進去的時候還有其他事情要做 所以就沒有詳細介紹這個地方 不然今天就來介紹這個圖書館好了 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 也是希臘最重要的圖書館 突然一是建造 二是三是都有在圖書館進行貨充 二是也有創立一間分館 雖然名字叫做亞歷山大圖書館 但它其實還集合了學術院 還有博物館 不許有點像冰與火之歌裡面 學成的樣子吧 冰與火很好看 沒看的 強烈推薦 這麼大的圖書館 書都從哪裡來咧 比較正當的像是 花很多錢用重金到處去收購 整套的經典 稍微壞一點的就是像 利用貿易中心的優勢 來往的商船就把它扣下來 然後抄寫上面所有的書機 抄完才讓船離開 後來就是直接用搶的啦 透過這些手段 亞歷山大圖書館 就成了當時世界上 書最多 文種最多 記錄最齊全的圖書館 算了一成為國際性的希臘研究中心 許許多多的學者都會前來這邊做研究 這裡的長書也是世界標準 那時而不像我們現在用印的每一本都一樣喔 超書難免會有寫錯的時候 這時候就是以亞歷山大圖書館裡的版本為準了 那這裡的書到底有多少呢 最高紀錄是70萬卷 想想看它亮一卷一卷的 那光是書目就要花120卷才寫得完 那我還蠻好奇說 跟現在比起來如何 那我們現在比較省空間嗎 應該會更多吧 所以我就去查查國圖 國圖中文說有329萬 包含其他語言的話總共是413萬本 還好現在都用電腦記錄不然寫書目就要瘋了 當時沒有電腦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是怎麼分類這麼大量的書呢 目前仍然是不清楚 也算是現在學者如果要研究亞歷山大圖書館的話 重點之一 這裡著名的藏書像是由西方醫學騙機人 西波克拉底所寫的手稿 天玩學家阿里斯塔克斯的日星說 詩人、河馬全部的詩 幾何人本 幾何人本我們有在進去逛逛的時候看到黑白上寫者 相關資訊可能是在研究嗎 另外還有三大飛劇作家的手稿 亞歷斯諾德和阿基米德的科學的手法 還有第一本希臘文的舊約聖經 圖書館內設有4個部 這個也是數學、醫學、天文學、文學 許多的學者都是國家聘請來做研究的 同時他也要擔任圖書館員 租出來幾個重要發明 像是數學方面算出地球的圓舟 我們進去逛逛的時候這個有寫黑白上 還有透過觀察發現一年不是365天 而是365唷 4分之1天 看來拖特拿到月亮省之力不太剛好 感覺稍微多了4分之1天 另外圓舟綠拍也是在這時候發現的 天玩方面是建立了一個 涵蓋了475顆星星 四個星座的木 這對航海上是非常有幫助 滅水方面則是發明了可以打水的手搖裝置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機會跟布埃克一起經歷 圖書館 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滅亡 還蠻想像如果亞歷山大圖書館變成廢墟的狀況 但要覺得這麼大的事件 日幣感覺就應該會拿來用 所以到底會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事件發生在公元前48年 一場羅馬內戰爆發 凱撒將軍追下他的宿敵龐貝 龐貝一路從羅馬逃到亞歷山大城 凱撒追到了港口 艾吉那時也非常亂 他的船隊是沒有辦法上路拿到彈水補給的 也沒有辦法靠梗 所以他只要在比路德移植下 對港口發動火攻 根據他自己的戰績中描述 就只有這樣而已 但是哲學家賽內加和歷史學家馬羅塔里克 都指出火攻可能是導致或是蔓延到亞歷山大圖書館 然後將亞歷山大圖書館燒毀 半數的館藏 因此就這樣子 沒了 少凱撒為了迷古這個事情 還去搶了20萬證書送給 埃及彥后 如果想看凱撒他親自寫的這本內戰記 有本書叫做凱撒戰記 它是中文的 可以去找來看看 裡面有4篇 那中內戰記是凱撒寫的 另外3篇是關於凱撒但是別人寫的 上述 這是第一次浩劫 第二次是羅馬皇帝西 第二次是由羅馬皇帝迪奧多西遺失在宗教戰爭中 下令摧毀說非基督徒的異教教堂安寺廟 粉館燒掉了 剩下粉館 粉館是建在神廟中的 所以因此就被一文名利 1974年亞歷山大大學校長提議 再來重建史上第一個圖書館的計畫 希望是一個可以提供獨特收藏及目標的研究型圖書館 加強A級的研究資源促進國際交流 計畫得到政府的支持在1989年 展開了全世界範圍的比法 總共有524件作品參加 最後由挪威的建築師 這位 獲勝了 在2002年10月16號 完工開館 擁有世界上最佳建築的稱號 它目標是要收藏800萬本圖書 內部有2000個閱讀座位 可以辦展覽、戲劇表演 還有天文館、服務館、會議中心、書店 A級人稱它是人類知識的燈塔 是文明的教會 這裡是埃及了解世界 世界了解埃及的窗口 我們讀書館的介紹就到這邊 怎麼有命中頭 又沒了 好 啊 阿 砸兵也親一下 太多收集戰士了 反而不容易收集 我的坦真的太給力了 Hi baby 不考慮一下嗎 我們兩個大腦 你幫我坦 我負責射箭 吸火力哪裏還很強 射好幾件隊長才會離我一家 看誰在下面都說 我躺著就贏得了你們了 超幻值這麼高 敬個箭 這六發應該夠了吧 嗨 還好有中 站在那邊笑不到 不要 又回去了 別動 對 連射 時間不能再過慢一點嗎 他被你拉住 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終於 流光Angle 被打了幾輪了 你偷人家的東西 你以後還是乖一點吧 雖然你很坦 但是你好像沒有什麼戰得力 我目前還沒有辦法判斷他是什麼背景 如果之後有的話再講跟他有關的故事 如果沒有的話 也就沒辦法 讓我們這集就差不多到這裡 喜歡的話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粉絲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喔 那FB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按讚好也可以去追著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